交大校长吴彦华昨天批评学生的反服貌部分行动是可笑又突兀的 还道歉说他没有把学生交好 这句话引发了部分校友跟学生的不满 有校友就愿意捐170万元来罢免来支持罢免校长 另外盛阳科技董事长邱继红更决定 明年开始要停止提供交大每年60到80万元的奖学金 要等吴校长退位之后再恢复 交大校长吴彦华上午解释是从教育的立场发言的 但显然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被校友跟学生给接受